而颱風天現在預期心裡除了搶水呢 還有就是搶著買菜 否則呢過兩天菜可能又少又貴 今天呢大賣場比平常多了兩倍的菜量 還能夠買到一把二十塊左右的夜菜類 但是呢像是地瓜、馬鈴薯、玉米呢 已經漲價了一倍左右 传統設廠中秋節廉價 普遍休日、攤販淋漓欣欣 但杜眷颱風的來勢洶洶 也讓民眾不畏風雨 趕緊出門搶菜 至於菜價部分 根莖類價格成長一倍 但夜菜類價格還算穩定 玉米也多一倍啊 馬鈴薯也多一倍啊 因為颱風還沒來啊 應該是還沒有烘台吧 來 小白菜一百十九塊而已喔 走進大賣場 人潮明顯比傳統市集還多 菜價部分不論是高麗菜、青江菜、大白菜、芥菜等 民眾都表示沒有漲價 菜還好耶 因為本來菜完就已經有過一陣子了 然後前陣子有緩和下來 現在就貴一點點而已 跟平常差不多 把我們的菜量特別再多準備 包含今天的到貨量 也比平常多兩倍以上 大概五十公噸以上的貨量 尤其是在夜菜的部分 而且我的價格是相對穩定的 因為我一把大概在十九塊到二十五塊中間 多間颱風來襲 雖然菜價維持穩定 但風災預期心理 還是由不少民眾一大早外出採買 就怕颱風過後菜價出現波動 旅電TV 李莫帆秋行 台北報導 好 好 好